跟大家讲一个不健康的喝法 就以前我比较年轻的时候 我还在一般的公司航号上班的时候 一整天我体力的来源就是珍珠奶茶一杯 我的一整天一直到下班之前我就喝那一杯 是不是很不健康 所以我也没有吃饭 但这是很不健康的一个做法 可是我那时候就会觉得 我每天很重要的开启一天的工作的那个动力 就是先喝那一杯 哈喽大家好今天这影片好像蛮特别的主题 好像从来没有拍过对不对 是我同事他们都知道我很喜欢喝奶茶 所以他们出了一个难题 今天你们准备的应该都是超商的奶茶对不对 对 基本上应该喝过六款 今天如果我们给你盲测猜 应该会有日期可以猜出来都答对吧 怎么可能 我虽然那么喜欢喝奶茶 我相信喜欢喝奶茶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偏好 比如说比较喜欢茶味重一点的 奶味重一点的 甜度 以前我喝奶茶是呢 不分甜度的 就是有种 奶茶你是属于茶派的 还是是奶派的 我是奶派 对 讲奶派好像有点奇怪 我喜欢喝奶味很重的 所以呢 有时候以前啊 就是自己觉得比较有一些闲情抑制的时候 我还会锅酒奶茶 就是这边的吗 这几杯就是这里的 对 哦 这一杯超甜的 哈哈哈哈 但是它很像 但是用 嗯 等一下我先摆 等一下我再试一下 先第一次先这样 我先大概排好 我等一下会再喝第二次 好我第一次大概是这样排列 我先喝一杯 左岸 左岸是早期 我都会喝的 饮冰 等一下我再喝一下 左岸 它们很像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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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饮冰那家比较会喝 奶绿 绿色的那一杯 我觉得这两个好像 是不是那两个超像的 对不对 所以我要把它摆成正确的位置吗 我只有麦香跟午后啦 哈哈哈哈 我觉得午后时光喝起来很好喝 就是它有茶味 然后还有奶味 就是它的比例我觉得就是 都有肩膀胀 那网友都说 像早餐店的大冰奶 是通肠剂 通肠剂 通肠剂 那这样通肠完或顺便可以有太多吗 通常早餐店的奶茶 应该都是粉去泡 所以有些人呢可能对于一些粉类或者是 算是比较人工的添加物 它可能肠胃就会比较没有那么舒服 所以通常喝完之后就比较容易去厕所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呢 早餐店因为你也知道他们都很忙碌 可能在卫生上面没有 兼具的那么完备 所以很多人也可能比较容易到厕所去报到 但是你说会排毒吗 怎么可能 没有 想新款的料理 就是刚刚说什么盐枝花那种口味的 对这四种我都没有喝过 那我是牌子知道 牌子我知道啊 牌子我知道啊 这是黑糖欸 很难买 对 还很难买 喔这有点甜 这个也 等一下这两杯再喝一下 对啊他们两杯都有牛奶汤的感觉 好先这样 是这样 好那你可以开一看再打开 哈哈哈哈 心 你 你 可是我觉得新品呢 跟刚刚我们喝的那个 之前大家比较认识的那一批奶茶 最大的不同点是 新品他们都会多一些 红味 比如说黑糖 比如说焦糖 那或者是呢 像这个大冰奶啊 其实它是斯里兰卡的茶叶 那个红茶会有一个特别的味道 如果是黑糖啊 我喜欢它 可能加个珍珠 会比较好一点 像喝奶茶 可能会会什么痘痘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 好啦 我们都说什么辛辣啊 油炸物啊 甜啊 的确是会让皮肤不好 比如说老花啊 长痘啊 但是你只要记得一个观念就是呢 适量不过量 因为吃喜欢的东西 其实某种程度是让自己开心的 你只要适量不过量 就不必太担心那些问题 那当然啊 我们不能把奶茶当作水 就是你还是每天要一定量的水 今天呢 就是喝了大概11瓶吧 就是超商市售的奶茶 如果你喜欢喝奶茶的话 你喝了你的情绪 真的会比较开心 那开心呢 其实是一个皮肤好的一个关键 但是呢 真的不能过量 因为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糖对皮肤也是一种伤害 所以还是要少量一点点 最平衡的方式就是呢 你喝奶茶之外 别忘记 水一定要主量 因为水真的是呢 让我们身体健康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对皮肤到底也没有伤害 其实我觉得倒是还好哦 那今天的主题呢 到这边 奶茶真的很好喝吧 如果你也喜欢喝奶茶的话呢 也可以跟我分享 我们今天呢 帮大家试了11种 那你最喜欢哪一种啊 可以留言让我知道 好不好 那我们下一次见了 这是什么呢 我不是很喜欢喝午后的烘茶 跟奶茶 然后我都会 我如果去日本 我就会去超商买吧 买了之后 我一定会再买一瓶鲜奶 对着喝 因为 对 因为它比较甜 可是当你加鲜奶的时候 就会变得很好